因為你算是戴局參選選上的 那陳志忠他就說像你這個樣子的話 就是幫侯友宜之後戴局選2024開旅的 你怎麼看 陳志忠的話我就不想回了 對 他這種口水我一點都不想回他 關於總統選舉的這個部分 昨天您有提出說應該要把郭台銘跟柯文哲納入民調 有人解讀說這是國民黨類輕重派開第一槍 有其他人跟你有一樣的想法嗎 我覺得我們其實大家共同想法就是2024 公民黨應該推出最強的人選 那麼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政黨輪替 來下降民進黨 所以我覺得跟我一樣想法的人 我相信一定有 但是說實在我並沒有去跟別人做具體的討論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會認為 所謂的勝選方程式一定是推出最強的人 議員想請教一下就是你剛有提到說柯文哲的部分 因為柯文哲在2018年的時候其實 應該說他之前有跟民進黨合作過 那2018年的時候他有就是譏諷過 民進黨是養虎為患 你認為國民黨有這個底氣跟他合作嗎 我覺得基本上我們的勝選方程式 就是能夠推出最強的人 所以我認為只要目前的在野大聯盟 我認為都應該有合作的空間 會不會覺得對侯市長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他在選前其實也多次幫你站台 我非常感謝侯市長他幫我站台 而且是我主動邀約他 那麼但是我相信侯市長絕對不是小家子氣的人 因為事實上侯市長現在的名氣也非常非常的強 那麼尤其有兩次一個是到松山區 一個到中山區 其實我在旁邊也親眼看到他很多的台北市的市民 對他的一個非常熱烈的回應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勝選方程式 對侯市長也是非常好的 因為如果納入整個在野大聯盟的 大家一個這個有合作空間 那麼未來誰是最強的人推出 那麼我想所有的在野者 應該都會共同的來支持 那至少我們不會到時候怎麼出現兩組人 削弱我們自己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只要這個夠強的話 那麼我覺得對所有最後推出最強的人來講 這樣的方式都是一個最好的模式 而且還是要問一下補助款的部分 因為立委管閉您說之後可能要修法 就是言你說未來如果選上 但是還沒有行使這個公務人員的權利的話 可能要退還一個補助款 這個管閉林委員他趁我也趁夠久了 他現在是立法委員不是嗎 他趕快修法趕快提案 那麼民進黨是佔多數他就趕快通過啊 我覺得不需要再用口水的方式來說要修法 他趁我也趁夠久了 而且這個郭董跟柯市長要納入這個出選的民調 這個是有跟朱主席討論過嗎 因為您說您也考慮蠻久 哦我剛才有講我沒有跟任何黨內的人有談過 那麼但是我認為我包含其實我們黨內很多同事都已經有談過有關於2020 其實大家的你有沒有發現大家的答案都是要推出最強的人 那最強的人是誰呢 那當然就是應該透過一個非常合理 而且大家都能夠認同的一個民調的方式 來推出最強的人 環稅與民的部分啊 這個前財長蘇建榮他就表示說 環稅與民是個假議題 那也引發說是不是小蘇在嗆大蘇 那另外行政院昨天也表示說 這其實不是環稅與民的概念 是全民的經濟共享 嗯對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讓這個蘇貞昌他來回答 那麼他之前的財政部長現在離開位子了就開始嗆他 那麼至於這個概念 我認為是環稅與民 這是一個政府的超徵 那麼到現在為止可以看得出來啦 民進黨政府現在要做的是環稅與民 但是他們用很多的方式來包裝 那麼這個概念其實我講了非常非常的久 他就是來自於政府的大量的超徵的稅收 我有提過就是過去六年超徵了1.1兆 好 那麼請問一下錢花到哪裡去 那我今天看到好像有新聞說 去年的超徵稅收甚至可能超過4500億 那所以這個當然應該要還稅與民 尤其大家看到有這樣新竹棒球場啊 還有這麼多的弊案啊 甚至像台南市政府的貪污案等等之類 你想想看民眾的納稅人錢 他能夠放心交給政府來使用嗎 所以如果你在整個預算的程序是不夠完備的 是稅收超徵的 所以你該還給人民就應該還給人民 不然你就去還債啊 我補充一下 那蘇建榮還講說應該還債 那我就想請問你哦 你當財政部長這麼久 我說這1.1兆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多少錢去還債了呢 那你現在來這邊高談闊論 我覺得真的笑死人了 就問蘇建榮啊 到底你們1.1兆多少拿去還債 還是通通拿去亂花了呢 行政院說是經濟共享 但是我們覺得還是要舉債來去發錢 會不會覺得是自我矛盾 反正現在行政院就是這樣 就是自亂正角 然後呢就是自己也解釋不通 那麼如果你還是要去舉債來發現金 這叫做什麼樣的經濟共享 難道我們債務共享嗎 我們大家背負的債務還不夠多嗎 那其實外界對於說補助盤領雙倍 其實還是有一點雜音啦 那洪偉景你這邊會覺得有壓力嗎 有沒有可能來退款 我剛才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就是對於管碧林一直在放話 我認為他就趕快去修法 那我的答案我也講過很多次 因為民進黨就是一個雙標黨 我們可以看到 這麼多的民進黨的這些公職人員 代職參選或者像蔡培惠 也是他選完這個縣長 立刻選立法委員 他選了縣長的補助款 應該是300多萬吧 那所以民進黨領就沒問題 然後呢現在就是故意針對王洪威 但是我會告訴大家 我絕對不會隨著民進黨的雙標黨來起舞 這個其實我過去答案已經講很多次了 洪威姐另外就是您代職參選這個對侯市長參選2024的影響 外界有另一番解讀 認為說其實慎選的幅度沒有預期中那麼大 會不會說影響到侯市長可能挑戰2024的這個機率 我知道外界有很多政治上的解讀 那麼我認為就是以2024來說 我剛才講他就是應該有一個方式 讓在野有合作的方式 然後讓我們推出最強的人的方式 那麼其實我剛才也講 我覺得以侯市長現在的政治能量 我認為他非常非常強 那所以到也許我不曉得是要過幾個月後 那麼我對侯市長有信心 但是我覺得在整個的模式上面 我們可以採取更一個就是海納百川的一個方式 百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